布丹自公元七世纪起为土拨王朝属一 1616年下仲阿旺南节统一了布丹形成独立国家 这里不但崇尚对生殖器的崇拜 也有对现世真诚的祝福 父亲与母亲和在历史的长河中 书写了布丹人对于宇宙和万物的解读 这一集雷天长走进布丹历史的见证普纳卡 去感受布丹人如何面对生死与孕育 布丹称其国为竹裕即雷龙之国 称自己的国名为竹巴 意为信奉竹巴嘎举派的人 在1955年以前 普纳卡曾是布丹的首都 这里也是竹巴嘎举派的圣地 普纳卡宗是来自中国的僧人 下仲阿旺南节在1657年修建的城堡 也是布丹政治经济宗教的中心 我的普纳卡探索也从这里开始 嗨 大家好 我是冒险雷天长 此刻我来到了布丹的非常盛名的一个地方 叫做普纳卡 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就是普纳卡宗 这个地方是海拔1460多名 那么普纳卡宗坐落在这个地方 它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大家知道布丹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政界人物 还是这个国王甚至高级的一些僧人 都会在这一个地方去办公呀 修行呀 休息呀 这岸是女儿岸和男儿岸的岸 对 女儿岸是从另一边 对 另一边 布丹的岸是两岸 对 右边是女儿岸 我们叫它莫丑 对 右边是男儿岸 如果需要孩子喝的是女儿岸 我会有个孩子 在中国有这个故事 普纳卡宗位于父亲河和母亲河的交汇处 据说莲花生大师曾经预言 一位名叫南杰的人将在卧象形状的丘陵建造城堡 在17世纪 夏仲阿旺南杰来到了普纳卡 发现有一座丘陵形状与卧象十分相似 于是在橡皮尖 也就是丘陵的最低处修建了城堡 应验了千年前的预言 你看这边人很有礼貌 见人都会打招呼 很抖的一个楼梯 准备有很多印度人也来这边来看 这是普纳卡宗的这个门票啊 普纳卡宗的门口呢也是这个 四瑞图跟六长寿啊 首先是丘陵建造了 ary氏丘陵建造成长寿 我们在记得到鸣後的人或有死亡 因此这里有些绿玉子 然后有些落罪 但这个是这里决建造成长寿 这是第一个厨房 你看我们的国家 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政治的事件 另一个是政治的事件 现在刘店长呢 来到这个佛纳卡宗里面了 然后呢后面呢 这个塔楼呢 它高呢183米 在1637年所修建的 这个建筑里面保存什么呢 保存很多这个宗教的一些手稿 还有一个高僧的遗体 这位高僧就是夏仲阿旺南杰 1651年夏仲在 普纳卡宗去世后 他的法身在经过防腐处理后 供奉在这座白色的宗宝内 最神圣的马清新楚殿内 保佑不丹竹八人 消灾严寿 增福增惠 这干尔玛说呢 这是当地这个土地神啊 就是蛇神 这边是射箭的地方 是打 穿过狭长的通道 就是普纳卡宗重要的法式场所 这样的设计也有抵御外境的作用 现在我们去哪里 这是第二个宗宗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宗宗 这是第一个宗宗 这个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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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其实在我眼中啊 我印象中还有一个金色的门 就是那个卖家 那个扎德阿拉伯的卖家 天然房的金色的门 剩下就是我感觉就是到了这个布丹 这边很多的门都是金的 所以赶紧摸摸摸摸 就是国王在里面家里过 哇里面还是能够 看到一点点的 看到一点点的 哇现在呢我们一起呢 往这个宗宝里摊命啊 这宗宝很奇怪啊 没有人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没有人 因为这不是一个那个大众旅游的地方 是一个小众旅游的地方 所以来这的人呢 都是一些很少量的欧洲人 美国人呀欧洲人呀 喜欢一些文化艺术的地方 日本人中国人都很少见 普纳卡宗也充满了浪漫的爱情故事 1969年 当时还是王主的不丹四世国王 及格梅新格望出客 就是在这个院子里 邂逅了今天的太后和他的姐妹们 1979年 国王在这里低调的迎娶了四位姐妹为王后 1988年 在不丹百姓的强烈请求下 已经有八个小王子和小公主的国王 与四位王后 就是在这个院子里 补办了正式的婚礼 2011年 现任不丹五世国王 又在这里迎娶了她唯一的王后 吉僧佩玛 这就是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 我们俩刚才从大雄宝殿里面可算是出来了 整个大殿是金碧辉煌的 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它那个柱子都是金色的 然后上面有非常精细的一些浮雕的那种人物呀动物呀非常多 然后呢 两边呢有供奉了就是比如说米拉热巴宗者呀 还有一些各种白杜姆呀 然后呢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壁画唐坎呢上面画的是这个释迦摩尼他的这一生佛陀的一生 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个这个国王的座位啊 就先认国王的座位也是放在这个大殿的这个主路的旁边啊 就是稍微偏右一点 因为中间要过道 然后皇后的座位也在其中 在她旁边 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啊 中间呢 我给大家形容是做着一尊巨大的这个释迦摩尼像 它右边呢有一个灰白色胡子的呢 这么一位老者呢就是不丹的之父啊 不丹的开国者叫做沙布隆 沙布隆 沙布隆因不丹蓝鸡 沙布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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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店长认为 来到普纳卡松的重点之一 就是能够看到这尊庄严精美的夏仲阿望南杰像 只见他头戴法王帽 留着灰白的须发是他标志性的形象 能看出他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 夏仲1616年 从中国西藏来到了布丹 被称为布丹的国父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先行者 也为布丹人民带来了福泽 我现在有一个梦想 就是说我觉得像这个干尔玛 这么漂亮将来应该成为下一个王后 你认为什么样的女孩才能成为王后 我认为女孩才能成为王后 我认为女孩才能成为王后 它必须要设定 我们必须要成为王后 要成为王后 不 只要是王后想我 你知道吗? 王后有两个孙 两个孙 两个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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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是七岁 最大的七岁 那么 那看来七岁配这个二十一岁 还是有点不太配 那我就不再乱配了 但是我希望 I hope you'll in the future have a good boyfriend OK OK 然后这个盖尔玛赶紧躲闪啊 赶紧走人 这个话题很沉重 嫁入不丹王室的话题 似乎撲乱了盖尔玛的心弦 他一下乱了阵脚 带错了路 我们稀里糊涂地走进了一户院子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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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羡慕度来到一个地方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这是Halloween的地方 她说不是 那是什么呀 好奇怪 全是当地人 好 他们说这里面 刚才那个女的就是说了一下 里面那个葬礼正在开会呢 开会呢 就是坐在哪里 大家在坐在哪里 不丹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古老的葬礼习俗贯穿人民的生活 那么不丹人又是怎样举行葬礼的呢 接下来雷探长就去不丹的烧尸庙一探究竟 大家知道吗 我现在呢来到了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烧尸庙 也就是这个不丹人去世之后火葬的地方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our last our body our body last 藏地们有这个秃鹫来吃 还有这个火葬水葬还有树葬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来用 Any children below two years old when they are dead we don't burn their bodies because it is from religion point of view so we don't burn their bodies we just throw the dead bodies we do some rituals and we wrap the dead body by with a with a cutter Eagle Eagl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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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gle Eagle is on the top of mountain top of mountain Mountain yeah before earlier time now is normal practice in Bhutan I'm not here 我给大家说我也明白了 就是说天葬这个呢 别看是用这个秃鹫来天葬 但是它还讲究一个地理条件的 不是所有地方对我这个秃鹫能够飞到很高很高的地方 或者说是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样没有秃鹫 但是地方有什么呢 有水有木头 所以他们就发挥他们这边的特长 就用了很多这个木头 but this wood is by our here it is already kept here for the people to use but you can buy it's okay yeah we can even bring our own wood when there is no sufficient wood here so now it's not a good day to burn oh what day is a good day so we have to see our monk will see oh you know astrology we are very famous in China Lama it's a Lama it's a fortune teller like this and then they will do calculation and then they will Lama will tell which is best which is not good so based on that we have to burn oh yes we have to do some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by Lama so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vulture e eating our body once we die dead body so it is common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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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alier time so this culture came to Bhutan now we prefer to burn our body rather than you know taking to the mountain and give it to the budget so this practice is normal this burning dead body is now very common easy and more logical so we just burn and it doesn't take much time and then once we burn this is our ash we throw it in the river and then we realize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good the famous you are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how much power you have at the end we have this is the last the same i mean the final stop so that's why we come here and see but this house has a have dead peopl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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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is house is for are you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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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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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you offer and then they offer 這些房子我以為有有屍體原來沒有的那就是做飯的cooking but you will have dead people in the home yeah when people people dies in home all people and mostly people die in hospital with the diseases and some people die in accident car accident and falling dow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die in the hospital and those people die in the hospital and information 然後燃燒,死的屋子會燃燒 所以喇嘛會站在這裡 然後祈禱祈禱 喇嘛,這是一個地方 喇嘛坐在這裡 祈禱祈禱 然後祈禱祈禱 祈禱祈禱 裡面我們叫喪 喪 喪喪 喪喪 這個在西藏叫什麼? 這個威喪 就是請喇嘛的那個零食帳 然後呢今天不是好日子 所以他們也故意算完了 就在第二天 剛好是不單的黃道吉日 逝者家屬都選擇在這一天舉行火葬 甚至有很多素不相識的市民 都來為死者超度送行 從這一點能夠看出 不單人與人之間的清靜與善意 蓋爾瑪告訴我 火葬被認為是一種供養 將軀體獻給火焰 是一種高尚的喪葬方式 不單人認為 一切生命都出於生與死的不斷輪回中 死亡是了解生命整體意義的一面鏡子 生與死是時時相伴的 不單人從小就要懂得什麼是死亡 看懂了死也就學會了更好的生活 在不單也有中國鐵索橋建築大師唐東傑布的作品 他也是藏系創始人 藏文化傳播者 接下來我就要去拜訪這一留存於世的作品 我來自美國 原來自菲律 原來自菲律 什麼好事 什麼好事 它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它是平靜的 人們很友善 他們永遠都會生氣 無論如何嚇壞他們 尤其是我的男人 他一直在笑 這是什麼 錢 錢 錢 這是一個音樂會表演 他們這是一個音樂會表演 所以說要募捐這個錢 我剛才給我翻譯了一下 原來他們是要那個什麼 就是 就是 眾籌 一路上就要 他們就買他們音樂會的這個票 可以的 你的音樂會的票都是用那個 打字複印機複印出來的 可以的 音樂會 你看表情一下凝重了 我不需要看音樂會 因為我在這不需要看音樂會 OK OK 謝謝 你好 你好 你是一個村人嗎 T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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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因為好多來旅遊的人 所以都要配一個 因為幾個國家 我給大家說它不是個自由型的國家 它跟朝鮮很像 它不是自由型的國家 你必須要有一個 你的一個向導陪著你在這邊轉 Tam Tung Gai Kho Tam Tung Gai Kho Tam Tung Gai Kho 對 他介紹了銀木工 然後它首先製造的 最早的時候這個是用一些繩子勒出來的 最後呢 現在呢 是用現代工藝 用鐵絲完成的 為什麼唐龍捷骨能做這個呢 唐龍捷骨可是在這個藏地 非常受到崇敬的一位長者 他是一個白鬍子白頭髮 他可是做一個建築師 這座普納卡鐵索橋全長180米 建造年代可以追溯到1637年 如今幾經翻修 當初是為了連接普納卡宗和傅景河的另一端 申加納 三丁卡 和桑卡等小村莊而修建的 如今這些小村莊 依然有村民生活著 很興奮嗎 對 他是一個非常興奮 對 是一個攝影機 攝影機非常好 我第一次拍攝這個攝影機 對 好 好 謝謝 大家知道嗎 這個棕堡呢 它可是整個不單的一個東宮 每年的10月1號到4月1號呢 喇叭呢 這個法王呢 他就會搬到這個東宮來 因為那個亭部的那個扎西雀宗是下宮 這邊的這個棕堡呢 就是這個東宮 蓋爾瑪呢 被這個英國的老男人看上了 然後在這邊擺出各種造型 然後被拍 這是雷探長 這個慧眼是珠啊 總能從這個茫茫的這個 這個人海中挑出 挑出能夠代表當地文化的 你看就連老外都喜歡這樣的造型 波丹畢竟是一個農業的國家 那些牛都過馬路 我到這邊 會受到這個 交通的凝堵啊 會有這麼一個問題 國王的這個東宮啊 東奈卡宮 就是這樣的一個樣子 波丹是世界上唯一全面禁煙的國家 為什麼波丹會有這樣的舉措 如果在波丹吸煙又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在波丹違法犯罪會受到懲罰嗎 接下來 雷探長將尋找答案 我們的司機一吸呢 總是在小賣鋪出現啊 就各種買檳榔呀 買一些小小生活用品呀 我覺得這就是他生活中遇到的情況 嗨 hello here I want sm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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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can you show me 都傳說這個波丹不賣鹽 oh yes but in the in the train in the outside the smoke is ok not no yeah only in the yeah oh in the only in the this room yeah just outside just outside just not in the open area we have to go outside 不能夠在外面吸煙 大家看哦 來到布丹呢 如果吸煙的話 在大家上被人看到的話 這是犯法的哦 這是要犯法的 if you so you in the outside smoke they find we have to pay pay how much how much 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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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單錢 yeah 哦那看來我們抽煙得小心了哦 就是不能抽煙的哦 只要有特殊地方去抽煙哦 you only use smoke in the inside smoke yes sometimes oh sometimes not every time yes 啊 i used to smoke before smoke before but 2014 i totally i actually avoid yes now i am very clean i don't do smoking i never a little beer but i never do any tropical products now you like smokebo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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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um because their smoking is unhealthy that's why that's why are you happy 英文是不像 英文是不像 中文是不像 中文是不像 中文是不像英文 中文是不像英文 哈哈哈哈 外面 在每一家裡 有一個設定的 一個地方 在公眾 甚至在街上 你不可以 但有些地方 你可以喝 咖啡在佛丹上 在佛丹上 你從印度來購買 100% 我不知道 你必須要賣 價值 為什麼佛丹全面禁煙 除了減少慾望 維護健康 其實雷天長也聽說了一種更為獨到的見解 由於佛丹的香煙都來自於印度 如果購買香煙 就等於變相支援了印度的軍火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們不單法律嚴格嗎 有監獄嗎 因為你們宣傳的都是很快樂 Prison 對嗎 對嗎 對 對 對我們有監獄 我們有監獄 我們在各地區 各地區 我們有監獄 小監獄 每個地區都在監獄 我們有監獄 我們有20地區 一監獄 每個地區都在監獄 可是普遍的女神 對於佛丹的犯罪 以政府和一般 跟其他地區 和其他國家 也和其他國家 我們也幾乎 我們有個低 低低 低抗 大比在其他國家 可能因为我们的群众很少 可能因为我们的佛陛 或者我认为我们的群众很少 可能因为我们的群众很少 当我问到这些不丹人 有没有见过中国的钱币时 他们都说还没有见过 但是当我告诉他们 中国的钱币上也有藏文时 他们都非常的惊讶 但作为00后的戈尔玛 却说不会读这些藏文 只有学过藏文的不丹人Chimi 试着读了一下 中国就非常重视民族团结 然后对藏族人的帮助也非常大 而且我们其实在中国 非常重视文化 其实就像人民币上 有很多非常大的民族的语言 比如像维吾尔族的 还有状语 还有西藏的藏语 还有蒙古语 蒙古语 是蒙古利亚语 是维吾尔语 新疆维吾尔族的语言 很多国家可能只会印一种语言 但是中国会把很多非常大的民族的语言 都印到上面 把藏语也印到上面 可见藏族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看过前几期视频的观众都会发现 如今的布丹大街小巷 都是拉丁字母为主 藏文为辅 但实际上这些藏文 在布丹称之为宗喀文 文字与藏文一样 但是读法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00 100 我刚才说过那些钱 100 100 我认为你说了100 100 你有中国钱吗 我没有中国钱 我有1美金 这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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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你一个责告吗 你在里面 好吗 真的吗 真的 谢谢 如果你没有中国钱 我会给你一个责告吗 谢谢 我给你1美金 我去中国 我给你一个责告 给你一个责告 给你一个责告 你多少钱 1000 $1,000 $13 对 布团是$1,000 哇 $1,000 是$1,000 这个礼物 是中国钱 谢谢 先生 美女送茶来了 不是给僧人送茶 来了发现都是美女送茶 好 好 谢谢 不代语名字吗 Momo Momo 同样是 Momo Nepal,India Momo Sysang Sysang 可以试试吗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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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是芝士 芝士 芝士 我给大家说 特别像雪山上的冰雪融化了之后 那个水喝到我嘴里面 我告诉大家第一不苦 一点都不苦 甚至还有点微甜 但又不是甜的像喝糖水 也不是的 再加上冷冻过的 想办法也可以看看哪能喝得到 叫做Drog D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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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吗 是的 很多中国人认为不丹可能没有网络 但实际上大城市都是4G网 但农村不一定稳定 不丹也有电子支付 他们不丹也有这种付费的 现在这种付费的这种方式 别看这个小国家 也会做出这样的这种 叫Name 这个他们当地叫M-Pay Widget Pay M-Pay E-Pay 就是3-Pay 4-Pay 你好 这个司机一夕跟Galma在一起走 感觉像儿媳妇跟将来的公共在一起逛街的感觉 谢谢 我交这个停车费 所以说 也要交交费 也要交停车费 看一样一样 当然也要交停车费 随心的要交 怎么说 毕竟地方小 你停个车也是挺忙 白灯 全世界都一样 大家生活其实都是一样一样的 都是有要交费的各种环节 没有说你幸福到不要花钱的地步 我还没有见过 在布丹 据说有一座求子特别灵验的寺庙 因此也成为布丹的标志之一 这个寺庙就是切米拉康 象征着布丹不断繁衍生生不息的力量 接下来就跟着雷队长去切米拉康走一回吧 但是有很多女人来到这里需要孩子 对 因为他们没有生命的孩子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 来得到祝福 但是在未来 你的婚姻来到这里 又来到这里 神给了我孩子 对 对 如果我没有生命的话 我应该来得到 为什么 有些女人 没有生命的孩子 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墙 他们来得到他们的参加 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但我有一个大问题 如果女人不是男人 但是女人需要孩子 神给了女人 我来到这个墙 他需要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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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墙名叫做 Lam Drupakimle Lam Drupakimle Lam Drupakimle 对 他也叫做 Divine Madman 因为他 你知不知道 他似乎像一个傻男人 但他并没有 一个大墙 大墙 大墙 切米拉康是竹巴嘎举派寺庙 位于菲勒斯村的高地之上 进入寺庙的天门上 供奉着竹巴嘎举派的主神 绵花圈大县 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然后我们是 Hep Tunggho Lam Drupakimle Lam Drupakimle Lam Drupakimle 他从巴罗到巴罗 有三个不同的邪犯 从三个地方 他们尝试 攻击Lam Drupakimle 先登记 先登记 因为有票 所以这边教主先登太记 因为保安是穿的这种衣服 然后呢 兄弟还是国王的照片 梓克雷战长来到了 位于布丹的非常神奇的一个寺院 叫做切米拉康 切米拉康是在1499年的 一个叫做 朱卡库雷的这么一个喇嘛 他的堂兄所修建 为什么要修建呢 因为呢 是为了纪念 魔法霹雳智慧 战胜周围的这个恶魔呢 所修建的这么一个寺院 这个寺院呢 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求子 因为这个魔法霹雳智慧呢 就是指的这个杨具 这个杨具呢 它有巨大的威力 所以说呢 来这儿求子的一些女性呢 她们最终的都能怀孕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寺院里面的 这个画面侧上 还看到了世界各地 很多的 已经怀上孩子家庭的 写来的感谢信 寄来的照片 但是这个寺院里面 我也寄进去看了 里面是什么呢 中间是供奉的这个 释迦摩尼 然后最前方呢 是供奉的这个 朱卡库雷 就是这个和尚 那么这个僧人呢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这个朱卡库雷呢 在这个不丹的 非常受到尊敬 他推崇的这个教义呢 其实也就是 就是酒肉呀 美女呀 但是呢 反而这种 特殊的这种观念呢 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 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寄宫 所以说呢 这个中间的供奉呢 就是这个 朱卡库雷呢 他一只手呢 就好像在听这个 中生的这个声音一样 这个大堂里面 还放着这个 现在的国王 还有这个王后呢 抱着孩子的照片 也就是说他们当年 也在这里求过子 朱卡库雷出生于中国热龙寺 这座寺庙 也是竹巴嘎举派的祖寺 根据不丹神话传说 曾经不丹 恶魔作罪 瘟疫与死亡 笼罩着这里的人民 这时 朱卡库雷用自己的羊具 鞭打并驱赶走了恶魔 不丹这片土地 才得以生生不息地 继续繁衍后人 后来 人们制作羊具来供奉 这些羊具 都是朱卡库雷的象征 这一盒是哪 就是要转一圈 这边有一个僧人 在这转的 他帮你在这祈福 转三圈一圈了 我可以试着吗 OK 哇他们 这个老人真好 给我这个转银头 我给你给个劲 这咋转出来 转转转转转转转 吓我一下 这转银头到我这不灵了 好 原来上面有一个那个众母 你好像众母摔着就行了 你别看这轮廓这么大 How are you? you ask me I get no ganjimoro no no ganjimor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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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is 18 18 18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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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了 80岁的僧人 oh me arede in the here? 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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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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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in no no 这个手上的手串也非常的虔诚 要在头上去敬献一下 其实切摩拉康在1499年就已经开始修建了 所以说很多的里面的一些佛像都是文物 大人制作精美了 嗨 很好 很棒 再见 再见 但是你需要一个小孩吗 没有 我这个问题问的已经让印度人已经惊慌了 你们要孩子吗 其实人家只是胖一点 结果我还以为他们想要孩子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不但人认为飞天羊具如同镇宅的金刚柱 可以编辑山妖恶魔 起到震慑的作用 这是一种纯洁的信仰 与印度原始的生殖器崇拜是完全不同的 哇 这个地方完全是这个生殖器的这个海洋 这个头看 下面有这个鲜鹤 有黑井鹤 然后这个感觉是很奇特的 这个很大 这上面还有这个就是四位图 大象猴子 这个兔子和这个鸟啊 有黑井鹤 你看到这里 黑井鹤 有黑井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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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图子在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子的画面 非常保护 它会把我们的灵魂精神 然后把人们的灵魂 现在来到的 这个就是被誉为是神话之村的飞勒斯村 为什么当地村子呢 每家每户都会绘制这样的洋具呢 因为呢 我们知道 不丹呢 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它的生产力呢落后 但它的医疗水平呢也落后 所以说呢 延绵生命 求子呢 多福呢 成为了不丹人永恒的追求 餐馆呢 都是洋具之路啊 你要指向那边 现在来店长呢 独自一人在这个飞勒斯村走着 这飞勒斯村 就倒是充满了吉祥 你看这边呢又是这个 嘎鲁达 就是这个 藏族人心中的这个大鹏金士鸟 还有雪狮 都是五位吉祥 祥瑞 这就是这个 封声里面说的祥瑞 这是妖孽嘛 名字是祥瑞 但是是你的妹子 他是一个聋哑人 那买着还挺困难的 OK OK 我买了个猴子 没想到这个帅哥呢 他是个聋哑人 那么我就支持一下他吧 你的妻子也是啊 他的妻子也是这样的 这个画是他画的 然后这个也是他自作的 天呐 这个自力更生 这个太感动了 飞勒斯村 并不属于发达地区 但由于不单水利工程发展显著 造就了这美丽的田园风光 他们的一个佛塔 这又来到他们这边一个 赚金的一个佛塔 这边的这个庄稼长得特别好 虽然有些蝗虫 但是这边好像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自然而然的 然后这边的老人呢 在这边赚着金啊 就是这样的生活 悠闲自得 好多啊 你怎么长得呢 你怎么长得呢 我长得很长 不是 几个小小二 86 86 是 哦 体育是好的 体育 对 用什么 是 它有脚和脚 体育的体育 然后对于 mantra 是体育的体育 对 对 对 農工人育的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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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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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没有工作 我没有工作 在网络上呢 不单呢 有两种存在 一种呢 就把它说的一无是处 就成为国家呢 这国家呢 没有高楼 没有这个铁路 没有地铁 然后人民很穷 但是还有一种呢 就是来到这边呢 你就不想走了 觉得这简直就是 传说中的香巴拉嘛 但我来这呢 你要问雷太长 什么感觉 我觉得可以用香巴拉来形容一下 我觉得这边的人呢 内心还是很宁静的 周围的人 内心给你带来宁静 反而呢 就会让你 促使你呢 内心似乎也会宁静下来 既然不单人都忙着求子 那么作为1980年出生的司机易熙 这一代人抚养孩子 到底容易吗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身边这个呢 就是 我不单的这个司机 叫做易熙 易熙有孩子吗 是的 我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每个月的第一个儿子 多少钱 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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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万是一年吗 没有 一月 两个男孩一个月养他们要两千六百人民币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还行 那还行 因为我发现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物质 这也没有很多的游乐场呀 没有很多电影院 这方面还是弱一点 所以说消费低 要有 schlecht 要扶起子 在 Bhutan 就比较非常容易 要扶起子 比较多的 很多的佛奖人 Мы有更多子 可是在 Bhutan 那么在 Bhutan 给教育 不是那么费 因为 给教育 是总之的 就是 如果我们有钱 我们能够 给助教育 但我们 我们有共同学校 所以很便宜 在佛图里学习学习 尤其是孩子的 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 所以俄罗斯有更多孩子 这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的现在的王子 你似乎像 我吗 是的 谢谢 雷大长今天借来了这个化妆品 然后从其他人的借来的我要给他化好妆 他这个脸我觉得是可以干净一点 来来看吧 OK OK 来 maybe first is it okay to apply on top OK yes yes 这个就往上抹 对对对 我们先给他打一层底啊 我估计很多观众已经开始 开始那个写弹幕了 然后呢或者留言了 说这个女孩好像挺漂亮的 她为什么不化妆 然后脸上有很多痘印呀什么的 就感觉不是很干净啊 雷探长是个讲究人啊 虽然说很多人老说雷探长拍东西做做 但是雷探长呢 也希望呈现好的一面 或者给人一些指引的一面 不管你信不信 所以说呢雷探长呢 觉得呢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OK OK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你看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啊 然后呢就是脸要是再干净一点 那就完美了 所以说雷探长来这就居然给一个不单女孩化妆 你看她脸型都很好 我觉得她有点像那个香港的演员叫陈慧生 可以 对对对对 啊对就这些小点点 我觉得都甜评 I think milk is a question If you no milk No drink milk But it's not this 我昨天自从说了说 拿她跟那个国王的那个王后做对比 然后她就一下来了劲儿啊 然后她觉得好像 就是女孩就应该变漂亮一些 所以说我说要不要化化妆 她一下子就有了这个性质 哇 Now it's look clean It's clean It's clean 人之常情 我就希望我节目里面的人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It's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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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it's clean now 雷探长不是带货主播 我这个东西就是想给她用 所以说手法也非常的不不娴熟 但是我知道是这么个原理 因为雷探长以前是搞过舞台嘛 对吧 可能很多人知道 所以说舞台上的东西呢 其实差不多 就是无非就是把眼睛画大点 没想到聊起嫁入王室的话题 却戳中了干尔玛的心思 于是我从隔壁外国人那里借来了化妆包 想给她化妆 她也欣然答应了 这是我第一次给外国女子化妆 干尔玛说 这也是她第一次化妆 很明显 她对这次化妆很满意 甚至迷上了照镜子 吃饭的时候还偷着愣 不丹满西了羊总是露出笑容 今天这个妆还是成功的 至少我觉得有很多好处 你表情有没有尴尬 我怎么觉得你像陈慧山在演见证实录的眼神 好像 一大早来到了这个布丹 普纳卡的市场 哇 这边有一位美丽的这个小姐姐 画的妆很漂亮 哇 但是这边我看到买辣椒 卖芒果呀 卖西红柿特别多 洋葱西红柿土豆是这边的特产 还有辣椒 所以来这你这几个怎么炒 都是能炒到一起的 但是这多少钱 60 60 kilo 1kilo 1kilo 是60 哦 每天都很忙 19、16 1月 多少钱 多少钱钱 哈哈哈 我这个问题问的也太正式了吧 他们吓到了 20 20 20 30 20 大概两三千的样子 有两个人说大概2,600 我来挑点西红柿哦 哇 看了这个美女每月才赚这个2,600 人民币哦 那咱好歹也支持一下 那五块钱啊 这个五块钱 这个五块钱 你认为普丹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吗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自由 我们有一个康复的国家 但是未来是你的梦想吗 要赚很多钱 然后去外面看吗 我只想在这里 在这里 哦 你很快乐 是的 好 你有孩子吗 没有 没有 单身吗 单身吗 对 对 对 我还以为是一个妈妈 因为穿得好像很 就是很有年纪感的 原来还是单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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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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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印尼人的 好 不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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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通过他们当地人的这个背孩子什么样 跟那个西津那边很像啊 然后呢 他也带着这个佛牌啊 佛牌啊 佛牌这样子 佛牌里面是藏似的 你有多少个孩子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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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眼睛好大呀 不丹尼 有土地吗 对 对 她有多少土地吗 1个 2个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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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有一英姆地啊 自己的 这个 不丹苹果好小啊 不丹 不丹 然后呢 2个 2个 175 当地的钱啊 然后呢 那个什么 中央生命币15元 反正还是有点高的啊 哎 但是我是说其实 如果你不差钱这个不高 但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平地的国家 这个是有点高 那看来 能吃梨吃苹果的 还 不是一般人 在普纳卡市场里 我捕捉到了很多不丹人的表情 没有人去教他们怎么表达 他们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笑脸 没有半点猙獰和焦虑 留下的只有淡然和平静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不丹经济落后 生活水平低下 不应该是个幸福的国家 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不丹 幸福感却是第一位的 不丹人认为欲望是疾病 知足是福祉 强调了满足现状 知足常乐的重要性 他们清晰的知道 不能过于贪婪和功利 要适应自己的处境 珍惜眼前拥有的 对于不丹人民来说 他们长期以来 生活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 对于物质生活 并不过于追求 因此幸福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也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 并非为旅游宣传而打造的简单口号 告别了不丹普纳卡 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在不丹有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空中寺院 因为其自然与仙境的结合 是不丹人叩拜的心知所向 这就是不丹的国宝虎穴寺 下一集将迎来雷探长不单行的大结局 让我们一起沐浴更衣 登上这座传奇建筑 聆听繁音渺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